眼前的男子便是吴先生 他在商场中心开了一家商品店 可他却发现 明明自己经营的小店生意是相当十分不错 但每天一算下来 非但不盈利还时常亏钱 而直到不久前 他在调射商店监控时 顺便看了一眼监控 而正是这一眼 让他发觉了事情的端倪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监控中 我们可以看到 女子娴熟地从钱柜里拿出一卷钱 紧接着见四下无人 便面不改色地把钱塞进自己口袋里 而监控中的这名女子 便是吴先生店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显然这是妥妥地坚守自导 相处这么久了 对她是非常的信任的 只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吴先生面对镜头表示 监控中的女子已经是他店里的一名老员工了 在17年开始经营这家店的时候 这名员工已经就在这里工作了 随后吴先生带着记者来到自己的小店 找到视频中的女员工戴女士 准备与其当面对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